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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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來了 台灣一將太夢幻 顯示讓人幻滅 台灣人很像 超人一樣很有爭議感 很會幫助別人 在比較都市化的影片 大家都會穿中山裝 亞洲人等於整眉 所以現在我們最近的能猜就是 台灣之後我嚇到的是 什麼我們又要再殖民一次了 又要過來了 又要過來了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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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旅遊要小心 搶劫花張百出 他走到我面前一個吉普帳人 他抱了一個小孩 他突然把小孩往天空一拋 真的小孩 天空在哭 我跟你講 這麼很 下意識你就一接的時候 他就開始收你聲 台灣的好外國朋友都知道 怎麼呢 聽說台灣讓他們很幻滅 同學來了 Oh yeah 哇 將我騎到很大 又怕受傷害 有這麼不開心嗎 要擋高不整體 他們嚇到了 嚇到了 很期待又怕受傷害 對 就是像我們出國旅遊 可能幾天都會覺得 一切都很美好 但是如果深入去認識那個地方的話 會不會就破滅了 對 會有這樣的心情嗎 妳有嗎 妳去日本的時候 不是也就是購物很開心 到現在還是很開心 很開心啊 對啊 還有一次把那個錢包 落在這個電車上面 後來還撿回來 我覺得那時候我超喜歡日本 因為我的錢包跟我的現金 大概有好幾萬塊 海幣 然後我準備要去花錢 所以就帶很多現金 然後還有我的護照 整個大包包就放在電車上面 對 然後我只提了我的行李箱走 我當下就是準備要買那個 那個香蕉蛋糕的時候 發現我的包包了 然後我整個頭皮發麻 全身就是眼前一片黑 對 然後後來就是去問那個站長 他們還幫我把包包 從另外一站提回來這樣子 提回來 而且還換一個全新的給他 對 沒有啦 我還是要來分享一下 我們這個外國朋友 也有對我們台灣 他曾經覺得幻想中的台灣 是什麼樣子 結果來到這邊 他美麗的泡泡就破掉了 他也爆炮了 對… 今天我們也邀請到幾位特別來賓 昌明哥 昌昌 大家好 今天大家一起來分享一下 好 但是要問一下我們外國的朋友先 大家一開始對於台灣的期待跟幻想 是什麼樣子的呢 來 台前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對 我在義大利就已經看了這部 很期待來這邊會找到這樣的環境 因為我們 我們怎麼會知道 我就是有一些華人的文化 我們一定是透過功夫片才會知道 對 就是對一些你們的文化 還有你們的穿著 在功夫片裡面 還有甚至在比較都市化的影片 大家都會穿 因為我看了那個台灣的電影 推手 推手的男主角 男主角在美國 從頭到尾都穿中山裝 我以為一開始你們來義大利的時候 很多很多華人觀光客 台灣的觀光客 他們會穿像這樣西式的衣服 我以為你們就是想要 然後做那種西方的體驗 所以穿我們的衣服 喔 是這樣子嗎 回來就能穿正常的衣服 你也太沒世界觀了吧 對 活在古代嗎 最好是 對啊 是怎樣 我們是出門都配一把箭嗎 對啊 我們都這樣有辮子嗎 你們 說到一把箭有朋友 從華人的朋友來 那我想說OK 因為我那個時候也喜歡功夫 那我就是我買那個功夫的箭 一定會有人想要跟我玩 我還 對啊 還被唸都說你 太多電影了 看太多電影了 失望對不對 我們去義大利也失望 我以為義大利都是黑手掌 手在路上每一個人都是黑手掌 手都白的 也沒有很黑 是啊 我也沒有啊 我也以為義大利就是 滿天的都是披薩飛來飛去 沒有 你要請大家來講是不是 怎麼可以這樣呢 應該是這樣才對吧 不是這樣喔 結果後來是很失落就對了 非常地失落 OK 這是他的想像對不對 來 佩德羅你講講看 我是在大學 巴塞隆納自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就看台灣是怎麼樣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的課本寫第一個 台灣是一個四小龍之一 經濟很繁榮 然後都是長這樣這個感覺 哇… 好可愛喔 長吧 下雨的時候會下陷阱 下天啊 然後寫台灣的人均GDP 比西班牙高 所以我以為大家在這邊是高薪的 沒想到來這裡你們的 基本性質比我們還低 太美好的想像啦 OK… 達夏 你來說說 你好 因為我對台灣完全沒概念 所以我來台灣之前是這樣子 無所求 沒有概念 空白 天啊 連照片都懶得走 對… 就來上節目 所有照片都懶得走 我去台灣就是空白 我們在台灣是 怎麼說呢 因為我在兒四年大學的時候 我都是一個最優秀的大學生 然後我在考那個科目的時候 我要考三個 一個是外語 是中文 然後倫文 還有一個是就是本科 就是國際關係 結果我拿了兩個A 都是全學校最高的分數 就科目 他給我B 我就生氣 我就失望 所以妳拿A的是中文 對 跟倫文 跟論文 對 那拿B的是妳 國際關係 國際關係 然後他跟我B 我就生氣 我就帥門 直接打電話給我媽媽說 買機票 我去台灣 我不要留在這兒 我就收購了我的國家 跟我這個學校 然後 真的 那算是很偏機的耶 對啊 應該是一個同學 機組 可是那為什麼會選台灣 對啊 因為我的老師 就是中文老師 他的兒子去一個台灣老婆 然後他是住在台灣 然後我當初也問我的老師 那以後我可以去哪裡 他就簡易我去台灣 他說台灣是一個很小的國家 結果我到了台灣 我就發現 真的是台灣人 那個 我有點超吵 那妳們怎麼沒有馬上再買機票 再到別的地方去 沒有 我想說我先看一下 有沒有其他的比較好的 其實台灣還是有很多地方很不錯 也有度假感 台東多漂亮 對 如果大英最知道 他是用身體在紀錄台灣 對 你這樣講我們很想看一下 有 他有啊 他就是在美景前面屁腿 腳就開胎了 對啊 再繼續看看 賈斯汀 好 我對台灣的概念那個時候 蛤 你也沒有準備照片 你也沒有準備照片 你騙錯了 真的 就是一片空白 不是沒有準備 一起沈淪 真的是一片空白 因為那時候 比如說我一開始我有兩個選擇 我可以去日本或是上海 但是因為有一些原因 我就兩個都沒辦法去 我那時候我在跟台灣同學在聊天 我說真的希望日本跟中國中間 有一個小島兩個文化都有 他們看我說白癡啊你去台灣啊 那你來了之後呢 才發現說我真的是個白癡被騙 對 對 是會這樣嗎 不是 這真的是 真的是我是白癡啊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要去訂機票的時候 我跟家人一起去訂 然後我就要訂這個機票過來嗎 我們的老大已經跳到小百合了 故事聽到現在只是知道他很笨對不對 還沒 還沒講到耶 笨在哪裡還沒聽到 對… 笨在哪裡 怎麼樣 我們就笨啦 哇 那你早講啊 這真的白癡 真的 台灣跟泰蘭分不辛苦 這個很 很讓台灣人生氣 而且是一個美國人搞不清楚 對啊 因為問小百合就知道了 對不對 你對台灣應該是相當…了解嘛 來台前的印象是 黑色 有… 有一個 茶 茶葉 茶壺 茶葉 茶壺 日本人對台灣的印象是 茶葉很有名 還沒來過台灣之前 我對台灣的印象就是 可能是每個家庭都是種茶 然後大家都在喝這樣子 金炳秀覺得呢 我其實很久以前都不知道 台灣這個國家是什麼國家 但是我在英國 知道這個國家是哪一個國家 然後就直接來台灣的 然後我在 因為 我那時候台灣人給我的印象是 台灣人很像 超人一樣很有爭議感 然後很會幫助別人 在韓國當完病之後 我跟那個有一個同學 一起去歐洲背包旅行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是買了一個 足球票 比賽票 所以是我們沒有 身上沒有錢 所以我們在英國 有一個地方 我們在公園那邊睡 因為我們沒有錢 然後我早上起來 很多英國的黑人就是看 丟給我們垃圾 然後就罵我們 說就是 Go home Go home 我跟朋友就是 我不知道要怎麼做 有一個亞洲人 他過來 推他們離開 他就是他問我們兩個說 今天要住在哪裡了 我跟他們說沒有地方住 那就直接來我家住這樣子 然後 我那時候住 對 很好 我們後來知道他是一個台灣人 所以我第一次遇到台灣人就是他 給我的印象太好 然後後來我來台灣 那個背包旅行結束 來台灣旅行兩個禮拜 就我一個人來的 然後 我那時候遇到的台灣人 所有人都很好 但是 對我來說印象最深刻的一個人 是一個阿姨 因為那時候沒有 Google map 導航都沒有 然後我就是 我要去龍山市看看 但是 找不到路 而且是我不敢問 因為我不會講中文 然後就是 就是在路上 我不知道要幹嘛 就是很尷尬的這個情況 有一個阿姨過來 我就給他看那個龍山市的照片 給他看 然後他直接抓我的手 直接就拉我過去 然後 我們差不多20分鐘左右 就他抓我的手 他一直抓著你的手 兩個一起 兩個一起走路 我們一起啦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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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努力了 沒有 就是一個很好的阿姨 然後就是 我們到了龍山市這樣 然後就 我很感謝他 所以我就跟阿姨說 想要說謝謝 但是阿姨直接轉頭 就直接過去 直接過去 他繼續換衣服出來 就幫他開始收金了 對啊 廟裡面的阿嬤 廟裡面的收金阿嬤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 台灣不管是一個年輕人 或者是一個年紀 就是長輩 他們都是 然後就是 很有僵義感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國家很棒 我後來是直接來台灣住的 對… 原來是這樣 他覺得 這個 最美麗的風景就是人 就是台灣 大家都這麼認同 要小心 你要是在市區這樣還OK 你要是在山區 有人這樣抓你 牽著你走 就是紅衣小女孩要住 真的 那個帽子帶著你走 你回不來 真的 好 OK 但是我們台灣的朋友也是 Walter你好像有英國的朋友 對 因為那時候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然後就班上大家都要自我介紹 然後我就講說 我是來自台灣這樣子 他們就說台灣人 是平常在生活的時候都會吃 或是吃蟲之類的 我就嚇到 我就說沒有 我說可能在亞洲某一些特定的國家 會有這個 泰國 泰國 泰國也有 就是飲食習慣 對 然後他就跟他指說 台灣目前是沒有在吃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都吃得很正常 你看看這個刻板印象 有 但是台灣也是有 有吃什麼蜂擁 對 好 也是從這個媒體裡面 得到的資訊 對 剛剛是來台前 那來台後 就印象會變怎麼樣 是更好還是更差咧 就破滅幻想 破滅幻想 對啊 因為我本來就講了嘛 就是我以為是人人有錢 就是一個非常繁榮的四小龍 來以後就 怎樣 你什麼 這是什麼啦 態度 這不是吧 你沒有錢 你沒有過40年的時候 會拿照片 最好是啦 是老街才有可能 未開發的人 就這樣啦 第三世界 平化街之類的 第三世界 真的啦 我第一天那個 我學長就帶我去什麼 四大的菜市場 然後那邊都 那個不過有路都破破的 然後那個豬肉沒有放冰箱 就直接放外面一堆蚊子 然後阿嬤阿嬤再大聲喊叫 就很 就第三世界 對啊 被你講成第三世界 什麼態度 我人生的第一波的那個臭豆腐的味道 我以為台灣沒有水溝 就是大家大便就從那個陽台 直接丟出去 天啊 你以為整個傳統市場就是一個水溝 差不多那個感覺 天啊 後來找到很多留在台灣的原因 我才這裡九年了是不是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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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來西班牙 講完這一堆以後 然後到西班牙 快了… 你可以去印度嗎 來台之後 就是我本來是空白 然後我來台灣之後就這樣 就是我的概率 很棒啊 因為我在 就是決定我要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是要申請那個南疆大學 然後我就看到的照片都是海 所以我想說應該在海邊 我就是很期待 結果我就下飛機 我到了淡水 我真的想說 這是什麼鄉下的地方 超可怕 淡水沒有到鄉下 沒有到鄉下 沒有到超可怕的地方 而且真的是超上下 因為她想像大概是像邁阿密 對啊 還是像加州的那種沙卡餐 對 因為妳說 妳說那邊就有感覺 因為妳說過看南疆大學的介紹 她都是會講成就是像邁阿密 她放的照片 真的 而且她放的照片 她放的照片也是老姐 或者那種就是都是海 可是我到了我的同學 就跟我講老大廈 這不是海 這是海河 然後這一條河也是很臭的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 好像真的跟我就是想像中 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我一直很積極想要 就是趕快畢業搬到了台北 我覺得妳去那邊玩很好 可是妳住在那裡 真的很痛苦 而且超級遠 小百合換妳了 來台灣之後我嚇到的是 怎麼樣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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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再殖民一次了是不是 又要再… 又要打過來了 可以啦 我剛剛把小紅 我剛剛把小紅是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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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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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挑起這種 沒有啦 台灣人… 台灣人… 不要… 你轟… 先不要… 憲哥先不要 幹什麼 我們不能面對歷史嗎 以前很多歷史我們都要知道 對啦… 對啊 不是這個意思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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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我來到台灣之後 沒想到台灣就是 在日本有的店全部都到台灣 對 這倒是真的 不是日本人來到台灣人開 就是台灣人做那個拉麵店 或是開焗酒屋 他們味道非常的道地 而且是 就是真的很好吃 而且藥妝店也有 可以買得到 就是日本最新的東西 沒有什麼就是落差 這倒是真的 對 台灣就是所有的藥妝店 然後還有這個連鎖的 拉麵店 服飾店 什麼都台灣都有 不只東西 台灣人 很多台灣人 沒想到這麼多台灣人都會講日文 對 對 會去學 對啊 對 誰幫你 誰幫你 小鬍子貼上去 你是準備什麼情況 就是 不要這樣玩 不要這樣玩嗎 不要這樣玩 不可以 這應該不會那麼敏感吧 不怕 不怕是不是 不怕 我們站離有點遠 你知道嗎 比較好切割啦 就是台灣人 鏡頭 鏡頭退協帶不到你們是不是 台灣人 K K哥 我要講 好 妳要講… 就是台灣人說 我會講日文一點點 那個一點點也都 就是可以對話 簡單的對話 或是 對… 好吃 我要那個 請教練 什麼的都會 太厲害了 很多人都在學日文 對 然後以前真的老一輩的 對 就是在家裡面都還講日文 因為他們都受過日式教育 對啊 而且你們自己學的人也很多 對不對 以前跟家裡面長輩教的 長輩就是說 有一天你要注意 就把那個小鬍子貼上去 不要這樣啦 不要這樣 看到日本人 憲哥… 憲哥聽 阿公的小鬍子 沒有嗎 在這一天 憲哥幹什麼 面對歷史 對… 可是我厲害了 對… 我聽說 是有很多日本女生來台灣 說我要學台灣的台灣牆 因為他們就覺得 台灣女生那麼會撒嬌 是因為我們講台灣牆的原因 講話不能太清楚 要很模糊 就咬字要咬得很鬆 嘴巴要像韓英科滷蛋那樣子 講話都是 很怕冷 頭髮 這什麼 你沒有人可以做的啦 大舌頭吧 拜託不要這樣 你這小百合講一句給你聽 小百合會台灣的牆牆嗎 台灣牆 你不要這麼兇兇的 是不是… 我很可愛 你不好好講中文 天啊 對啊 台灣學這個 好火喔 有一些中文是 語氣是聽起來像很兇 如果聽不懂意思的話 我以為是他們在先進 有些地方學會中文的話會這樣子 但是如果在台灣學中文的話 台灣人的語氣是 就是講話也比較慢一點 然後那個沒有聽起來很兇 所以我們就很… 比較柔啦 對 比較會不會很柔 我覺得台灣女生比較分的是 對 對 會顯出本性是喝酒前 好啊 這其實都有時候可以 然後喝酒的時候 對… 對 這個也很可愛耶 這個 我要喝 喝啊 喝不喝不喝 出來幹嘛 對啊 我喝不來啦 但是人家比較會喜歡這種的嗎 就是落差很大 喝酒前跟喝酒後就差很大 反差夢 對…不是說我們喜歡這種 很多基本上都會落差滿大 這樣可愛啊 我們就接受啊 這樣才有魅力 有魅力耶 對啊 充滿愛 好 OK 子龍來說看 來到台灣之後 對啊 發生了什麼事情 除了以上講的以外 還有發現在台灣有 什麼意思… 台灣人都有嗎 Oh my God 超熱的 超濕的 滿熱濕 因為我在義大利啊 我夏天也都會穿布鞋跟襪子 就為了 風格這樣 Oh 在台北 穿了一個月以後 我有一天發現了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怎麼樣 就是 得到了這個 香港腳 你得到香港腳 那個時候我嚇到了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東西在義大利 義大利完全沒有這個病 你看裡面有香港腳 沒有香港腳 因為這個需要非常潮濕才會有 襪子要換啊 沒有用啊… 我真的是很可怕 她的身體可能沒有 我以為我的腳要壞掉了 我的腳都沒救了 然後他一直維持 直到我那個時候也是夏天 我回義大利 自然的那兩天就好了 就好了 對啊 因為氣壞 沒有啦 因為氣候的關係 但是身體不習慣 剛剛子鴻講到這個台灣的氣候 他真的很不喜歡 對不對 其實茵茵在去過義大利 對 義大利好像也有一些 我跟你講我真的滿喜歡義大利 我去了三次 我去了三次 三次 找帥哥 可是 帥哥甚至這麼 沿路上都是耶 你一趕到去這樣都 就是都很好帥 都好像明星 而且都給你眨眼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就是 真的要嚴防他們 因為其實他們很多 我剛好一半以上都是小偷 偷走你的心嗎 你真的很厲害喔 這就是他義大利很喜歡你 沒有啦 是我去的時候 那邊有很多吉普賽人 然後我們 我有一次遇到的狀況是 那時候跟團 然後就走一走 然後因為我們的導遊跟我說 現在旁邊有一群 他們是集團士 你們要小心 而且他們聽得懂 就是我們一些台灣 或者是別的國家的語言 說小偷怎麼講 所以我們就要用別的稱號 講說他們說黃瑜 然後所以他們就說 黃瑜現在 在我們那個團體裡面 你們要小心喔 可是現在已經防不勝防是 他走到我們面前一個吉普賽人 他抱著一個小孩 然後他就 就是在跟我說 可以不會給我一點錢 我們就是 當作沒看到 又要趕快離開這樣 他突然 把小孩往 你的反應是什麼 你是不是會去接他 對 是真的小孩 是真的小孩 是真的小孩在哭 是真的小孩 天啊 我跟你講 下意識你就一接的時候 他就開始熄你聲 他就開始熄你聲 那不接怎麼辦 不接他就 你不可能不接 因為你看到小孩在哭 然後跳起來 然後手還會這樣 你知道他就一拋起來 你就下意識把他接起來 然後他就開始熄你 相機開始硬扯這樣子 那不是啊 那下一次遇到的話 到底要不要接 他拿了就跑 小孩咧 小孩是別的 他那個旁邊的小朋友會來接 小孩有一個集團 你把小孩抱走啊 你要抱走幹嘛 對啊 你要抱去哪裡咧 你以為可以勒索他 像我們朋友大家都會知道 要去義大利玩 你千萬不要穿名牌帶名表 然後我朋友就去度蜜月 使節對象 帶勞力士 糟糕 完蛋 大白天 而且是旅行團 站在馬路邊 兩個人在聊天 聊著... 欸 突然 對 對 會嗎 就是他衝過來 一下子 兩 三下子 對啊 他們已經練到丟小孩了 上次納豆去 納豆很會接嘛 就一次丟三個小孩給 納豆就這樣 不是 納豆很會接拳 你看 他表演 但是錢也都是滿厲害的 騙人 太可怕了 對不對 好 我們來聽聽看金餅秀 真的 野蠻多弱者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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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因為我們現在疫情比較嚴重 疫情期間剛好全世界 然後現在輪到台灣了 對啊 你就這樣子好不好 沒有 我先講啦 就是 因為我一開始覺得台灣男生都很Man 然後我後來就來台灣開始那個 為什麼突然Man 塗大學的時候 我在大學生的時候 我住在一個大學裡面的宿舍 然後我那時候好像是台灣跟韓國 有一個棒球比賽 我們每個宿舍每層樓有一個 一台電視台 我們大家都那邊看電視 只有我另外都是台灣朋友 我是一個韓國人 看比賽就是 對 但是 但是 什麼叫做當然 沒有 作弊 但是我那時候就韓國英 結果我說Yeah 就旁邊的台灣朋友都等我 有一個台灣人跟我講一個 很難聽的話就韓國 我聽到那個 就過去跟他說 他說沒有啊 然後就 他就偷偷罵韓國 就我有點生氣 我 推他而已 就是你剛剛說什麼 再講一次啊 推他 但是他有點小跌倒了 然後 小跌倒 跌倒什麼 小跌倒 對 對 有點那種 小的 小的 沒有 就是小跌倒 沒有很用力 就是沒有很用力就跌倒 小小就跌倒了 然後 小小的 對 然後我生氣虎氣 當然啊 你再怎麼推 我們都是小跌倒 因為我們很強啊 馬上再起來 不會大跌倒的 然後隔一天起來 學校召我過來 然後我去那邊 然後就學校跟我說 秉秀你以後不能住在宿舍 所以我跟他說為什麼 他說 昨天那個被你推的對方 他給學校那個診斷書 然後傷害的 對 然後他說什麼 屁股的骨頭什麼 就有受傷什麼的 然後 學校跟我說你要推出去 他跌倒了之後 你那要做什麼 我沒有 我就是對他一點點 為什麼拿屁股拿屁股 屁股的地方受傷 有一些撕裂 對 然後我覺得傻眼 就是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就學校也是 照我出去 我覺得很弱 但是台灣也有一個好點 是除了這個另外 我覺得台灣 救不回來 對啊 兵秀 救不回來 你又要救 救什麼救呢 你不要再講多壞 趕快啊 沒有 我的韓國朋友都來台灣 他們都說台灣有一個好點 他們說 因為台灣很常下雨 我下雨的時候 我們一邊拿著雨傘 一邊走路很麻煩 但是台灣很多棋樓 就是 就是可以 對 每個建築都是有可以 你該不會是想要說 棋樓就是台灣的優點 一個台灣的很好的處 棋樓 棋樓 跟人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啊 你喜歡台灣的棋樓就這樣 那不喜歡我們台灣的人 對 我身邊的很多韓國朋友 來台灣旅行 他們都說 台灣一個很棒的地方 最棒是棋樓 其他的外國朋友 沒有一個人要去 沒有人要幫你講話 不好接話 所以後來你 你應該有更多魅力 台灣你是放棋樓 不能住你去住棋樓嘛對不對 每個都喜歡 但是我都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 對啊 對我來說 我覺得講到棋樓的 我以前來台灣的時候 我剛到我就在士林夜市 我幫你救過來 你 對...趕快 我就在士林夜市嘛 那時候我每一個巷子我就覺得 哇 很多 驚喜啊 都很漂亮士林夜市 但是 摩托車騎士就這樣啊 沒有人行道 然後有人行道都在騎這摩托車 人行道上面有人在騎車 所以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 我要重新學習走路 因為感覺我不管我怎麼走 我就要忍在巴我 我走在路間 人家巴我 路旁邊巴我 人行道巴我 我不知道我哪裡可以走 哪裡是人行道 我覺得這個一直在改善其實 因為像我 上個禮拜我去盈哥那邊 我有看整個老街外面全部都在做工 他們就是在弄成一個人行道 這件事真的沒有的 現在就是人行道 我們在宜蘭也是一直蓋新的人行道 然後人民都抵抗 不要 不要 可是就還是做 這樣我覺得台灣會變漂亮多了 還有安全多了 對啊 你要進步的時候總是要有一點 一點點犧牲 我才有點不能接受 我覺得我絕對要反抗那個 對 美國 因為一般來講我們看電影 美國的給大家感覺是什麼 美國人 熱情 對不對 然後很開放 很有善 開放 一點點驕傲 對 你到他們餐廳吃飯 所有的服務餐廳 嗨 我是Jesse 如果你想要吃什麼跟我說 你是去哪一家店務 對啊 為什麼你們在餐廳打工都叫Jesse 好 但是呢 後來我到美國呢 我們就自由行嘛 要到咖啡廳去買一個咖啡 哇 我遇到這個事情 我氣到現在我氣消不掉 怎麼了 那個Jesse說什麼 可惡 可惡 Jesse 因為我們英文很爛嘛 但是我們很勇敢 我敢亂講啊 我說喔 咖啡 美國 Yeah Big One 然後他說 那他也聽得懂啊 聽得懂 那我們就拿鈔票給他 那他就看我們華人 然後英文很爛 然後找錢 零錢 他找給我的時候 我手這樣要伸出來接嘛 他就故意把它閃掉 然後從櫃台 直接給我閃到地上 就掉在地上 然後掉在地上 對 我手已經伸出來了 對 我手已經伸出來了 是 掉到地上我想說 那人家不是故意的啦 那我就趕快去撿啊 去撿 那我撿一撿 我準備要抬起來看的時候 這個Jesse她的笑容是 笑你 好過分喔 她是這一種笑容 那我先想說 哇 故意的 故意的 對啊 然後我就 那我們也不曉得怎麼辦 就丟他 丟他 對啊 丟他 你也丟啦 不要 你就丟回去啊 叫昌明哥丟錢 你不如要借我的命好了 對 他們都省錢的人還去看 對啊 太玩笑 國外難免會遇到一些 歧視的狀況 難免 我有遇過耶 我是在西班牙 我們那時候是旅行團嗎 因為他就是我們全部人都要等那個飛機 就是要開始要Check in 可是他們不讓我們排一般的通道 他就說旅行團就是要往那邊 可是其實他們全部 他們有八個櫃都開著 可是他們只讓我們排那個 就是只讓我們去 然後我們導遊去溝通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飛機時間滿趕的 就可以讓我們就是趕快去Check in嗎 他就直接把那個紅龍拉起來說 就這樣 真的 他就說 就說你們是亞洲人 亞洲 他還有點翻白眼 他是真的翻白眼 還是他天生翻白眼 沒有 他就是翻白眼 沒有 誰會天生 有人天生 就飛 他在眼珠上掉 酥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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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not really like this 一把一把一把 對 一把 但是他是只有講亞洲的時候是這樣 對 生氣 那就是真的 那就是歧視啊 因為他這樣其他國家的旅行團 都可以去其他的就是櫃去Check in 那時候我去的那一支西班牙 我就再也沒去 因為去義大利貝州也不要去西班牙 被人家歧視 對啊 真的嗎 佩多話可說 那是以前啦 就90年代我們可能會上等號 就是亞洲人就移民或是沒有錢 但我們現在是亞洲人等於 所以現在我們對你們 亞洲人 那是什麼話可說 現在會對你很親切 對… 為了道歉 太亂講 好厲害 他每一位都很會就分 西班牙的外交官 對 好 OK 但是要問一下大家 台灣有什麼樣的好 是你們自己國家沒有的 好不好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影片好不好 來 來開箱一下我今天的晚上 消極風險吧 你看這個是 這個全部都是素食的小菜 這個好像好好吃喔 豆皮裡面有各種蔬菜 你看素食的東西 但是呢營養超級均衡的 而且呢這樣才 真的很划算 每天吃也不怕營養不夠 或是蛋白質不夠 因為這邊有很多植物來源的蛋白質 醬 被軟禁 對 她怎麼會在廁所裡面吃都沒有 這個適合 在台灣就平成廁所 而且吃素食為什麼一定要素顏 沒有 沒有已經發現 素顏吃素食 因為在健身房 對 在健身房 在健身房 剛運動午餐 趕快吃這個 對 我來到台灣之後嚇到的是 台灣有很多很多的 專賣素食的餐廳 還有那個不止便當喔 那邊那個新一區那邊的話 會有那種高級的素食餐廳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台灣是素食的文化是非常發的 水準很高 而且你看那個影片 東西真的很好吃 對… 現在已經改良到我吃過一次素食 那個是一個味上的你知道 然後它的每一個人的 很像那個日式的這個高級料理 高級料理 然後每一個上來的有肉啊 有什麼啊 然後你吃起來切起來 全部都是素食 全部都是素的 吃下去 跟肉一模一樣 很厲害 很厲害 接下來下一個影片我們來看看 台灣的好 在台灣很多社區的樓下 是有垃圾場 你看這邊有 熱食 有養豬 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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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瓶 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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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過了很多大樓也都這樣 有嗎 因為他剛剛連什麼有熟食 熟食 熟食 熟魚 熟魚跟熟食不就是一樣嗎 是不是那熟魚跟熟食 有可能吧 就還是可以去那邊拿一點吃 你晚餐想吃什麼 你就先下去看有什麼 有這個概念 但是他剛剛的確有 連玩具都有分的有 他分不完 玩具 也有情趣用品 沒有吧 用過的套套 但都是用過的套套 都是用過的 分這麼細喔 台灣做得很棒 我覺得 而且都有垃圾車 越做越細對不對 清清楚楚的告訴你就是 舊衣服就丟這邊 那你就會丟了 有些時候你還在亂丟 倒不如把它寫清楚 對 他們以後可以是在用 就這裡 對 就張立東 他好像是可回收 玩具 小孩玩具 成人玩具 分很細啊 OK 好 我們接下來再看看下一段影片 我們來到全台灣最美的一個地方 就是這一區 等一下讓你們知道 為什麼我們外國人離不開台灣 兩個原因 這邊一個小原因 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這邊還有一連串的理由 到處都是禮不開台灣的原因 他真的是變成了 他真的是拍屁拍 他在屁股跟腿 他在拍 妳要被告 他全部都是 妳要被告 他們縮短的很短 我拍了三個小時 他拍了三個小時 都是這種話 說 你會被告 你會被捕 怎麼辦 他被警察抓住 我拍超過100個原因 就留在台灣的原因 拍100個 大家離不開台灣的原因 就在新一區吧 對不對 為什麼 這位想要認同你 除了別人 沒有別人 第一個是這個 就是我講了 就是一句 就是全世界平方米 密度最高正妹的國家 西班牙很多美女吧 有很多很正的 但是十個女生裡面 台灣你會看到一個臉很可愛 另外一個屁股很可愛 腿很美 就是十個裡面有八個 你會覺得OK的 西班牙可能十個裡面 你看到兩個很正 但是八個你會覺得 比例比較高 可能要去健身犯 然後 對 秉秀 加油了 秉秀 我們來看看你的影片 離不開台灣的原因 因為我不管是在運動 或者是工作 或者是喝酒 我認識的台灣朋友 都是對我太友善 真的是我覺得 台灣人去外國人太友善 所以是來台灣住過的外國人 都不想要離開台灣 然後這邊都是 我的全館的同學們 然後他們 你愛... 你愛... 因為他們... 因為他們我離不開台灣 然後這邊是我老師 OK 謝謝你們 把我當台灣的家人 將家人也好朋友 好棒喔 其實 覺得台灣人的感覺很親密 都好像你的家人一樣對不對 對 我在台灣很多朋友 都把我當做自己的家人 我遇到一個困擾 或者是他們很擔心我什麼 餅秀中秋節做什麼 我們過年你幹嘛 你要不要過來我家裡 我家人一起吃飯 怕你烤肉只有炭而已 沒有 他們都怕我很孤單 我一個外國人 一個人在家裡 就是過那些節日 然後他們都跟我說 餅秀 你真的是不要自己覺得自己很可憐 這裡也是你們的國家 我們也是你們的家人 所以你遇到困擾 都過來找我們 我多幫你 所以你不要擔心 就給我的感覺很像 台灣也是一個 對我來說一個 就我的故鄉一樣 第二個故鄉 對 第二個家 好像有救回來 有救回來 真的不錯 他開始像我哥哥了 對啊 是不是 開始有點親密的感覺 是弟弟吧 你幾歲 我31 你整整比他大10來歲 對 他想叫人家哥哥 我爸 我爸 來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段影片 因為大家是來自俄國 我們國家的人真的食物很少 都是很無料的那些什麼麥啊 什麼馬鈴薯東西 都沒有水果 所以我們國家的 真的買水果非常的困難 所以我來到台灣 我就發現台灣就是一個 水果天堂 我最愛吃的芭樂 我真的超級物理愛吃芭樂 我真的可以至少每天吃兩顆 都沒有問題 早上晚餐都吃都沒有問題 而且芭樂 我覺得吃它的好處是不會胖 因為葡萄的身體也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咬不抽 湯 好嗎 那我就是會吃葡萄 台灣的木瓜 鳳梨跟山蕉 我覺得這三個水果 真的就是最難掉台灣的水果 真的超級愛吃 而且我來台灣之前 我從他那邊吃過芭樂 台灣水果 水果王國 所有的水果 如蜀嘉珍 妳所有的台灣的水果妳都喜歡 對啊 很多 因為我覺得台灣水果都很甜 很好吃 豆螺是沒有嗎 就是我們的氣候就變化太大了 因為就是冬天 你沒有辦法種水果 雖然我們只有那種什麼蘋果 然後梅果類的 然後還有那個櫻桃柿子 就差不多了 就這樣 就這樣 因為其他的就是不適合 那個氣候不適合 所以我們進口的水果也都很貴 來台灣之前 我說他沒看過那個蓮霧 我從他沒看過 蓮霧很多國家沒看過 沒看過 對啊 那個火龍果 火龍果也沒看過 我只有看過新聞 可是本身沒看過 對啊 你看 這個我們都平常都 這些我們是隨便買都買得到的 但是其實這個東西 對其他國家的人都是非常好 我們是水果好到的時候買 都怕太甜 說老闆人 不要那麼甜的 對 因為真的太甜 血糖衝很快有沒有 再來看下一個影片 最讓我無法離開的點 應該是台灣對小孩的友善 台灣有非常多很適合小孩的地方 好像有一個關鍵字就是 親子 有親子館 親子餐廳 親子咖啡廳 公園都弄得很漂亮 很新 游泳職業 很多很多有小孩可以玩的東西 所以小孩在台灣長大會很開心 也許有一些外國家長會覺得 在台灣的教育方式我不習慣 可是其實台灣有很多不同種的教育方式 全部只有傳統的 像有一些森林學校啊 然後我們在宜蘭有一些安排 很多戶外活動跟海洋活動的學校 然後還有一些特殊的學校 所以我覺得 我的小孩在這邊長大 我會是很放心 我也會想要在這邊陪他長大 親子館廳 知道他講親子館廳 但是對影片上面來講 這樣拍攝風格 剪接風格 其實是 會不會有一點暈暈的感覺 會不會有一點頭暈 你一下痕的一下子的 你畫面剪接這樣 然後彈入彈出 彈入彈出其實不用 你直接跳就好了 就看了會暈對不對 小孩子看了會近視 真的 你就一字就是橫的 不然就都直的 對 你這樣又直的又橫的 對啊 親子的好 親子 親子很重要 親子 YES 對 台灣 對小朋友 對 生活環境 對 非常非常的好 真的嗎 而且你看 比如說你去台灣的公園 都是很新的 很漂亮 維持得非常好 你去義大利的公園 很多舊舊的 然後有一些玩具 你會覺得它可能已經 有點壞掉了 一個那個老木頭 它可能會刺到啊 對啊 我自己都受傷過啊 小時候 在台灣我一直觀察 我小孩去玩的地方 我覺得都 而且真的 台灣的教育其實 很多很多很多種 看你想要怎麼樣 讓你小孩上怎麼樣的學校 其實都有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棒 還好耶 因為他們講不好的 都是前面大概半個小時 後面半個小時補回來 那心情好像就好多了 貧富人多 貧富很多 我們還可以繼續接下來的錄影 對… 台灣的土地這個魅力 是一定要多多讓大家知道 那個感受起來 這個真的是一個寶島 對不對 好不好 我們繼續一起加油 外國的朋友 我們也歡迎你們 把你們的這個朋友 也都帶來台灣 大家都是一家人好不好 好 記得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拜拜